好創下剛剛講到烏克蘭戰爭 充其全球的能源跟通膨跟糧食的價格 而今天一早事實上又傳出來 俄羅斯的軍隊再度轟炸基輔 而且差一點打到核電廠 整個烏克蘭戰爭經過100天之後 大家以為說戰爭已經變成遲滯了 沒有想到又有新的動作出來 而這動作是什麼 是今天清晨大概6點多的時候 俄羅斯的部隊在離海那邊 突然發射了5枚長城的遠程的巡弋飛彈 而且這個巡弋飛彈只有一枚非常的驚恐 竟然在飛行的過程中 經過了一個核電廠 差點就從那低空掠過去 如果要炸到那核電廠 可能就有核輻射外泄的問題 而另外一個狀況是上個禮拜的時候 普丁有重整軍隊下令俄羅斯的太空軍 要進來協助整個這個戰爭 所以這一次的5枚巡弋飛彈 有一枚是不知道是美國 還是哪一個國家的防空飛彈 把它給攔截了 另外四枚竟然直接打中了基輔 東邊的一個鐵路維修的一個工廠 而這鐵路維修工廠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多少人員省傷 目前的細節還不清楚 而俄羅斯宣布說 他們擊中那裡是摧毀了 像波蘭他們運了很多T72 主力戰車 主力產客可能就存在那邊 就被俄羅斯給摧毀掉了 那當然目前為止 烏克蘭沒有承認 是不是坦克車被摧毀了 可是這場戰爭你就看起來是普丁又開始要大動作出來了 事實上普丁在上個禮拜六的時候就下令六月底之內要拿下北頓那一次客 七月一號是他第二個勝利日 而這個第二個勝利日之下呢 你會看到的就是責倫斯基現在開始要積極的出去鼓舞士氣 所以上個禮拜他跑到了哈爾科夫 到了哈爾科夫之後確實烏軍士氣有被鼓舞 所以烏軍最新的宣布是說本來北頓那次客將近八成都已經被烏克 俄羅斯的軍隊搶下來了 但是因為有反攻 反攻到目前為止最新戰況 又變成是他們奪回了五成 所以其實北頓那次客戰爭還在激動 然後另外一個責倫斯基又跑到了紮波羅勒 就是那個整個歐洲最大的核電廠道附近 去激勵士氣 因為在紮波羅勒那個州那邊呢 目前有六成的土地是被俄羅斯給占領掉 2700個基礎設施被摧毀 然後哲果呢 這個地方也告急 所以責倫斯基就利用他自己的聲望 過去激勵士氣希望這邊能夠挺住 接下來呢 責倫斯基還會去兩個地方 就在頓內次客那邊的利西昌斯克和索萊達 目前是戰爭最激烈的地方 所以責倫斯基現在在這個戰爭裡面 這麼激烈的戰爭裡面 身先士足鼓舞士氣 而另外一方面呢 普丁呢就更特殊了 普丁到底現在行蹤是怎麼樣呢 越來越多奇怪的資訊 好像普丁其實現在只能躲起來了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newsweek根據美國情報單位 第四次的一個整個俄羅斯軍情報告 說普丁很忙 三月的時候躲暗殺 四月的時候偷偷的做了癌症手術 但是人越來越偏執 而最新的呢 英國禁報太陽報又說 有人去發現說 整個俄羅斯的聯邦安全局 開始越來越不能忍受普丁了 所以他們現在呢 有考慮直接用兩個方法 一個是逼普丁交出權力 把這戰爭化學 另外一個是乾脆把他暗殺掉 然後獨裁者最適合的死亡 就是說心照必發作 所以你會看到 折倫斯基到處去前線 而普丁在哪邊是不知道的 而這個整個戰爭 整個俄軍和烏軍打的這個炮火 越來越猛烈之下呢 美國呢 這個時候會強調是保護他 新加入北約的朋友 所以像瑞典啊 像芬蘭啊 那個美國最大的兩棲攻擊艦 兩棲突擊艦呢 進入到了瑞典的斯德哥爾摩 這是斯德哥爾摩 有史以來他長兩百多公尺 寬32公尺 上面可以放六架戰機 2400個海軍陸戰隊 所以呢 26架戰機 2400個海軍陸戰隊 所以這是 有史以來 斯德哥爾摩最大的軍艦 進去裡面停靠了 而接下來美國 從5號到17號 就會在一個波羅的海 是這周的一個軍演 而這次的軍演呢 規模就更大 裡面像保加利亞 像波羅的海這些國家 通通把你丟進去 十幾個國家要展現 你整個俄羅斯 就是拜登講的 你不能去侵犯到 北約的任何盟國 或整個狀況 可是在這個情況裡面呢 更勤快的狀況出來了 好像拜登呢 已經畫下了他一個底線 這個底線是什麼 他上個31號的時候 投書紐約時報 說美軍絕對不會 直接攻擊俄羅斯的軍隊 美軍絕對不會進到烏克蘭 然後在3號的時候呢 又在那個面對記者訪問的時候呢 他竟然已經講 不會排除烏克蘭放棄部分領土 他們去彈劾 他說他先前就談過 未來有一個時間裡面 必須透過俄羅斯和烏克蘭 他們的談判 去解決現在的問題 所以這裡面好像是 他其實他把他的底線 他說他不會去告訴 哲倫斯基你該幹什麼 不會去干論哲倫斯基 因為這是他的領土 但是美國只會承諾 提供他足夠的自衛型的武器 那為什麼會有這狀況呢 所以現在全面世界 開始在討論一個問題 是普丁撐了酒 還是拜登撐了酒 因為華油那邊就有講 包含是很多狀況是什麼 普丁現在發現說 看到歐洲對於那個制裁裡面 要有六輪幾輪 人員的問題 糧食的問題 普丁開始相信說 搞不好他這個東西 從歐洲的遲疑 他的糧食危機 人員危機是有效果的 所以他認為時間 會站在普丁這邊 有一天就翻轉了 而整個拜登的通膨啊 糧框這個壓力也很大 所以誰先倒台還不一定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記得上個禮拜有講過 最新的北約的盟軍勢力 講說他們開始 卡布爾里說 會有辦法 開始把那些糧食給運出來 所以美國最大的加急 他現在有5500噸的玉米 從基伏北邊一個倉庫裡面 進來已經運到多瑙河旁邊的雷里港了 然後即將用磚床送到中東去 因為中東現在疾風也蠻嚴重的 所以華爾街日報認為 這一次運糧出來 可能是美軍幫忙護航的 是的 因為就是那時候他有講說 有很多條路線嘛 那但是這個是可能就是避過了地雷 然後有些橋樑都被俄軍給炸毀了 能夠渡過去 讓我們知道美國工兵是全世界最強的部隊 怎麼去搶救 所以這個5500噸 這個陸陸 那另外呢 在羅馬利亞也有一批糧食 透過陸陸送到了港口 開始要專長送出去 所以美國現在搶糧 可能比護烏克蘭的領土 更是他的核心任務 好